資深藝人菜頭曾是各大綜藝節目的熟面孔 不過近幾年來她鮮少出現在螢光幕前 去年11月底更被爆出罹患肝癌末期 讓一票網友粉絲和圈內外好友很擔心 之後經紀人證實她住院治療 不過病情突然被爆出 讓當時原本在養病中的菜頭也因此受到打擾 對於消息外流一度有點生氣 沒想到今天傳出 菜頭其實在去年12月底已病逝 享受71歲 身邊有家人及看護陪她走完最後一程 對此有媒體詢問醫院 院方回應事情涉及病人隱私不方便透露 建議由家屬或經紀人對外發言為主 而事情傳出後一直沒有官方聲明 經紀人稍早做出回應 表示自己不清楚狀況 但透露已沒聯絡上菜頭長達一個月時間 上週致電時對方也是關機 我的遺書最重要就是 我走了我家屬絕對不發 不讓記者什麼人都不能知道我網上 這時候出播幹什麼 我選擇了 請坐下 在這裡 我選擇了 我選擇了 你只是方便 我選擇了 你又在這裡